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有些同学就会感到很好奇 那么男生和女生的生殖器官长得是一样的吗 如果不一样 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所以今天这节课胡子哥哥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平时我们看到一个人 我们会怎么去分辨他是一个男生还是一个女生呢 有的同学会说 头发 女生留长头发 男生留短头发 可是好像有的男生也会留长头发 有的女生也会留短头发 你看一些古装的电视剧里面 是不是里面也有很多男性也是留着飘逸的长发 所以好像通过头发的长短来判断一个人 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并不准确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女生会穿裙子 男生是不穿裙子的 我们可以通过判断他有没有穿裙子来判断 他是不是一个女生 但是胡子哥哥告诉大家 在国外有一个地方叫做苏格兰 在那里 苏格兰的男性居民们 会在喜庆联欢会上穿上漂亮的方格裙 吹奏着欢快的风笛 跳着当地的特色的舞蹈 并且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地方 历史上也曾经流行着男性穿裙子 比如说像中国的商朝 虽然现在穿裙子大多数都是女生 但是通过穿不穿裙子来判断 女生好像也不准确 所以同学们 我们到底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判断 一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 在一个医院的产房里面 有一个妈妈在医生的帮助下 正在生一个小宝宝 终于孩子出生了 这个时候医生会把宝宝抱起来 对着孩子的妈妈说 恭喜你是个女孩子 你想刚出生的孩子 他既没有长头发 也没有穿衣服 更没有穿裙子 那么医生是怎么判断的呢 其实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男生和女生的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们生殖器官的不同 在上一节课中 我们介绍了女生的生殖器官 是怎么样的一个构造 所以这节课 我们来认识一下 男生的生殖器官 男生的生殖器官呢 就分成了内生殖器官和外生殖器官 在我们关于我从哪里来的那节课程中 我们提到了一个小宝宝的出生 需要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 这里的精子呢 就是从膏丸里面诞生的 从膏丸中产生的精子 会经过疏精管 通过阴晶进入到女性的身体里面 因为膏丸它负责产生精子 所以它非常的重要 于是呢 身体就违派阴囊来保护膏丸 阴囊就是包裹着膏丸的内层皮肤 男孩子的膏丸有两个 一左一右 但是这两个并不一定是一样大的 一个大一个小 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精子会顺着疏精管 沿着阴晶排出 所以男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疑精的现象 所以这里啊 我们提到的膏丸疏精管 这些我们看不到的器官 就是男孩子的内生器官 而阴晶阴囊这些我们能看到的顺序器官呢 就是我们的外生器官 阴晶的头部叫做龟头 它其实和女生的阴地是相对应的 阴晶的外面呢 有一层保护它的皮肤叫做包皮 这其实和女生的大阴唇是一样的作用 用来保护我们的阴晶 男生的尿道和树精管是合并在一起的 而女生的阴道和尿道是分开的 所以小宝宝可不是尿尿尿尿出来的 更不是拉大便拉出来的 而是从阴道里面出来的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就是 男孩子的内生器官包括了膏丸 输精管 而外生器官包括了阴晶和阴囊 不知道同学们看了男生的生殖器官的介绍以后 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 那就是好像男生的生殖器官的构造 和女生的生殖器官的构造是有点相像的 你看 男生有两个膏丸可以产生精子 而女生有两个卵巢可以产生卵子 男生有两根输精管 它可以输送精子 女生就有两根输蓝管 它可以输送卵子 之所以男生的生殖器官的构造 和女生的生殖器官的构造很像 就是因为最早的时候 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他的生殖器官都是由同一个东西变过来的 当我们还是一个受精卵 还住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我们会慢慢地变化 一开始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会先往女生的方向上去发展 一直到八周左右 宝宝才会慢慢地往男孩子那个方向上去发展 因为男生和女生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相同的构造的时光 所以我们的生殖器官就会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说到这里呢 我要问问同学们一个问题 你知道是什么决定了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 宝宝为什么是一个女生吗 是我们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就自己决定说 我要成为一个女生 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女生吗 其实不是 而是当精子和卵子结合变成一个受精卵的时候 他就已经决定了 我们是一个男生 而是一个女生 我们在前面的课里面讲到 宝宝的诞生需要一颗精子和一颗卵子 爸爸每次射精都会排出几亿个精子 但是这几亿个精子里面其实只有两种 一种是带着Y染色体 还有一种是带着X染色体 而卵子是只有X染色体这一种 所以当Y染色体的精子和X染色体的卵子结合变成了 XY的受精卵呢 他就是一个男生了 当X染色体的精子和X染色体的卵子结合 形成了XX的受精卵 他就是女生了 等孩子出生一点点慢慢长大以后 等我们变成了一个大人 我们会发现除了我们的生殖器官有不同以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身体部位 也会随着变化而出现更多的不同 比如说我们来看两张照片 一张是成年的男性 一张是成年的女性 你看除了生殖器官以外 还有哪个部位是明显不同的 仔细的同学可能已经发现了 女生的胸部会比男生的胸部要更大 随着年龄的长大 女生的胸部会逐渐的发育变大 但是男生的胸部不会长得很大 当然了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有的女生胸部会发育的大一些 而有的女生胸部会发育的小一些 这些都是非常的正常 当女生长大变成一个女人的时候 其实除了生殖器官的变化以外 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身体的变化 也会一点点的慢慢的发生 比如说女生的声音一天天的就会变得不一样 变得越来越尖 音调会越来越高 而男生的声音听上去则完全不同 而女生的身体也会长阴毛 长夜毛 甚至有一些女生的手上也会长手毛 这些其实是雄性激素在起作用了 同学们疑问来了 女性也会分泌雄性激素吗 会的哦 女性的卵巢会分泌一些雄性激素 就像男生的体内也有雌性激素 雄性激素会让女生长出阴毛 夜毛 这时候就有人觉得说 这件毛发都不好看 我想把它剃掉 把它剪掉 可其实它们的用处大得很 阴毛和夜毛都是长在皮肤比较薄的地方 容易出汗的地方 它可以减少皮肤之间的摩擦 防止细菌的滋生 如果我们随意地去剪或者剃掉 拔掉都有可能会损伤我们的皮肤 造成感染 甚至生病 雄性激素的影响下 女生的身体会累积更多的脂肪 皮肤也会变得更加细腻 在雌性激素的影响下 胸部会开始发育 臀部会堆积一些脂肪 这会让女性的身体更像一个S型 雌激素还有什么样的魔法呢 它会让女生排卵 卵子在没有和精子相遇的时候 子宫内膜就会自动脱落 就会出血 这就是月经 大部分的女生会是一个月左右排一次卵 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 来月经是女生特有的一个标志 也是身体长大成熟的一个标志 是一件非常值得庆祝的事情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男生和女生到底哪里不一样 当我们还是小朋友的时候 男生和女生最大的不同 就是生殖器官的不同 但是随着我们慢慢长大以后 除了生殖器官以外 男生和女生在声音 身材 体毛上面也会出现一些不同 而这种不同 是男生和女生特有的标志 是健康又美好的存在 好了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儿 今天大家知道了 男生和女生在身体上有什么不同 给大家留一个问题 女生就一定要玩洋娃娃吗 男生就一定要玩变形金刚吗 那如果你觉得 今天的学习内容还不错 欢迎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下节课我们要讲的就是 男女都一样 请同学们准时收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